看看汤汁啊 腰油的汤汁才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随意炒的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 配的是虾皮 虾米 中海米都行啊 这么杂切 然后再这么剁 小葱 细点茄子 配上葱呢 是增香 葱姜啊 过去呢 也可以放葱姜水 来调鸡蛋的嫩度 然后再下锅 通常呢 要叫商业板 要把金花火腿 切成大片 然后里面放了黄酒 扔上两粒花椒 蒸完 连汤汁 在这个金花火腿 在金花火腿切成细末 放到蛋液里 爬一角 里头再少加点盐味精 加点水 那是商业板 咱们就要架上碗 现在呢 我们开始 把这个鸡蛋打到碗里 把鸡蛋呢 提前洗一下 六个鸡蛋 把它这样 都给它放到里面 再加上盐 1克 胡椒粉 鸡精 把鸡精和胡椒粉 七十开 把这个热水 放到锅里 六个鸡蛋 半斤多一点 算七两 把这个六两开水 下到锅里点着锅 你放两嘴也行 关键呢 我们说呢 这个鸡蛋液的比例 把鸡蛋液打散开 来 看 开锅了 倒到锅里 火呢 故宜过大 这个是两个版本制作方法 一种带汤的 用汤碗装的 另一种呢 用平盘装的 都叫水炒蛋 这个呢 是稍稍带一点汤汁 除了呢 都是大核桃块 来 朋友们看 这样开锅了 动一动 别让它拔锅 用手勺 把这锅底 抢动一下 别让它粘到锅底 一会儿就糊了 好 看下 好 看一下 这个火 还可以这样 一会儿 用锅链 再把它切成核桃块 这个呢 除了就好看 盖上盖 两分钟 让这个 鸡蛋呢 这个切好的个块啊 在锅里上下 用这个热气一串 蒸发下来了 变厚了 下火才好 这样呢 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只一分钟 来 朋友们 现在咱看一下 一分钟 朋友们 现在正好一分钟啊 你摸一下这个锅盖 锅盖烫手 能到80度 这个锅盖烫手 这就可以了 一分钟 把锅盖 翻一下勺也行 这样翻勺太行 一定要嫩 大点火 汤汁别给烤干了啊 稍微再点汤汁 说明啥呢 这个菜绝对 口味极鲜 口味极嫩 还好 来 翻一下勺 好了 不是水炒大 除了就干干巴巴的 看看 汤汁啊 要有点汤汁才好 来 看一下啊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 标准 标准是这样的 贴在这个勺边 最下面的位置 多少还带一点这个 杏黄色的锅盖巴 也叫啥呢 叫啥呢 有点发焦了 效果太好了 这个菜呢 这个菜呢 是在黑龙江 吉林 辽宁啊 在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就有的这种菜品 我们那个时候 小瓜 刚学做菜啊 这个菜呢 是带汤的 后来呢 发展到 这个程度 这叫进化了 啊 十指那个年代啊 多数的都带汤 叫半汤半菜 你都少不了 这是进化和醉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